10月29日,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在The Novo举行了2019年中国旅游同业展交会 本次展交会为洛杉矶中国地阶旅行社与中国出境游市场业者创造出了面对面交流 深入了解彼此产品服务、交换资讯、洽谈未来合作的绝佳机会 参展会员包括洛杉矶的酒店、景点、购物中心、餐厅、旅游及交通服务、旅游相关服务等近40家公司 我们11月8号开始会推出我们的假日活动 包含了全新的烟火还有所有的水舞活动、游乐设施都有挂上了假日的风采 从明年1月份开始会有我们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那除了我们有我们原来的一些游行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全新为中国客人设计的中国新年的游行 然后我们还有水舞活动、还有一些推出我们中国一些食物 都非常欢迎我们中国客人远道而来享用我们的美食 我们一直在享用永远的游行活动 每当时也代表人来到中心或在他们的店里 有没有两个试炭的遍复 所以我们常在中国中心专利调去 elections 所以我们一直在工作他们在中国辖民主体叠证 恶立至于中国美食因的游行协设施 目的bed by于販利业和商业的街道 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第一名 我们看到他们来到大型、小型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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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d 然后保证他们在中央和在Gedi Villa 午餐会上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和与会者做了资讯分享 洛杉矶旅游局国际旅游处高级总监Stephanie Nakasone表示 旅游业加速了洛杉矶的繁荣发展 洛杉矶在2018年迎来了5000万名游客 其中中国游客数量仍持续上涨 达120万人次 中国游客为洛杉矶带来16亿美元的直接收入 高于任何其他国际旅游市场 目前洛杉矶旅游局也将继续致力于开发中国市场 夯实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 洛杉矶会议和旅游局中国市场旅业总监Jordan Berryfield 和大家分享了中美旅游者对于旅游产品选择的平台 及支付方式的趋势 同时也介绍了洛杉矶旅游局 针对中国游客开发的中文小程序 洛杉矶旅游小产品2.0 该应用通过家庭文化户外等主题 向不同类型的中国游客提供最具特色的洛杉矶 深度游旅游产品 洛杉矶旅游局中国及亚太地区销售总监于美妙指出 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 中国游客除了在洛杉矶打卡网红景点外 更想要体验如美食餐车博物馆等不同风格的旅游形态 洛杉矶旅游局对此也根据新增的热点 整合多元资源推出酒店会议场所推介 旅游定制等优质服务 提供更多的旅游周边支持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在今年 叫做迷你小产品2.0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我们有了更多深入的旅游 因为我们有发现很多的中国旅客 现在有十年的签证 当他再回来洛杉矶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体验跟以往所不同的 那么更深入了解当地的这些旅游文化的行程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邀请了超过130位的地阶社 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超过30家的供应商互动 了解目前洛杉矶最新的这些旅游产品 Los Angeles was the first city to welcome over 1 million Chinese visitors 此外 现场特赦的抽奖环节将活动推向高潮 魅力中国记者 现场报道 各位 standing sa arrow sarc dried 唱词 monumental伤称 你们什么 ō dá 两位 还有两位 当之互 aspir酷 呢 把